转呼车赶到现场 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三星级高级养老院 霍博山健康中心惊传病毒入侵 霍博山健康中心就位在布鲁克林区的豪华地段 里面可以容纳300名老人 平常一味难求 却有至少55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养老院紧急把院内老人家送往医院观察 不到一小时内就有四辆救护车到场抢救长者们 而就在纽约州认为疫情开始趋缓后 却惊觉养老院才是疫情未爆弹 但中奖古墨被记者问到养老院配套 却可见没有到位 全美的养老院更是危机重重 纽泽西州养老院通报有扰人家死亡 但死后才发现缺诊 但全美养老院都面临防护装备不足情况 恐怕早已成为病毒温床 普斯特说自己症状轻微 之前包括纽约州长亲弟弟CNN主播古墨 韩女主播布鲁克巴德温也都缺诊 CNNN主播接连受到感染 但他们的状况良好都在继续主持 东欣温成为真理可以报道